這是NT芥圓形專用的芥刀 2mm PVC 膠地脊 原裝後,中心的針有保護螺絲 先拆開 然後把中間的白色膠頭螺絲 令中心的針伸出來 少許就足夠了 第二步就是 領執筋銀色這顆螺絲 放鬆刀片 因為刀片原本是縮進去 防止剪爛包裝或者剪傷手 領鬆它 伸出來因應物料的厚度 就有一個適當的高度 現在我剪2mm的膠片 大約2.5mm至3mm 就足夠了 然後鎖緊 第三步就是領中間銀色這個螺絲 領鬆它就可以調教那把刀的出入 調教你要剪的圓形半徑 為了方便起鍵 會貼一個皺紋膠紙在中心的位置 令到一會中心的針孔比較明顯 萬一需要翻手的時候可以對位 放進去 放進去 一隻手壓住 中心定位的針孔 另一隻手 用音力按下去 慢慢順時針孔領 一圈 一會兒會令到覺得好像不正在剪 這樣就可以放鬆手上來看一看 這裡很清楚看到剛才的孔還在 這次很幸運 一刀剪得斷 如果剪不斷 就對回這個孔位去這支針孔 這樣就可以再翻手 這就是圓形Cutter 的好處 這就是圓形Cutter 的好處